这真是奇怪了 不过是卖一间房子而已 怎么会惊天动地还上了国际新闻版面 因为这是泰国真实版的魔法满屋 就这里 屋主说他住在里面可以预知未来 他可以穿越 他还中过了头 你为什么要卖掉这间房子呢 真实的世界 今天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被BBC唯一认证法力无边 还被拍成纪录片的 是英国母子五口住过的这一间房 在里面发生过什么事呢 各位观众 你真是不敢相信 这个曼谷一间屋子出售 引起国际媒体的重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看电影 奇异博士画个金色的圈 可以穿梭过去与未来 看到没有 这个房子居然有奇异博士的无限空间 真的假的 他只要有一个晚上在凌晨三点正醒过来 一定要在这个时间 而且是自然醒 是 他只要一醒过来看到墙壁上一个黑色的大灯 墙壁上一个黑色的大灯 奇异博士的无限空间 是 好第一个 第二个他把手一伸进去 过去跟未来全部在他脑袋里面出现 怎么可能 他还不可思议了 他过去的事情 他跟父母的事情 兄弟的事情 都在脑袋里面出现 他还可以看到未来 他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 我是有疑问的 他看过彩卷的号码 有中吗 未来有中 好了 那我现在就怀疑了 你居然可以在洞里面 跟他踩一件号码 这样房子你会卖吗 怪吧 但人家就问他了 他说 他每次生进去 就有个奇异的力量 感受到怕把他拉下去 他有点怕 他生太多次 他灵魂被吸引 回不来 回不来了 他是害怕这个 再多钱都没有用了 所以 他把这个物质 最近一卖 哇 整个轰动 泰国轰动国际 好 我告诉大家 马老师 你怎么老讲 这些领异的事情呢 下面 我跟各位 讲一个 鬼屋 你不相信也没关系 这个鬼屋 是全世界唯一 被认证过的鬼屋 唯一认证啊 官方有记录 第一个 他被拍成电影 第二个 电视台有录影 录到影 而且做 正式的纪录片 第三个 警察局有完整的备案记录 第四个 邻居的证识 全有 好我先给你们讲 这是英国的恩菲尔德鬼屋 这个佩吉呢 他在1977年8月 买下的这个房子 他很惨 他失业又是个单亲妈妈 带着四个小孩 两男两女 老大 12岁 马格丽 老二 11岁 珍妮 然后是10岁的 这个 谁 然后两个儿子 好 注意看 他有一天 带着7岁的 Peter在一楼 然后二楼 珍妮 尖叫一声 他又上去 什么事情 珍妮说 弟弟的床 在走路 床在走路 还是不要乱讲 他说你不要乱讲话 对 不要乱讲话 然后他就把 他就把门关起来 说好好睡觉 他门一关 就听到 你知道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事 他一听 里面有拖鞋走动的声音 一拖门进去 小爱都睡到 那你到底听到什么了你 他又关门 又听到拖鞋走路的声音 他在想 是不是隔壁的声音 他又走下楼 一走下楼 听到上面 不止拖鞋走路 不不不不 一日 好像很多人 很多东西在刮地板 他就冲上去 门一打开 看到什么了 我告诉你 他四个小孩都 卷缩在墙角 代表他们也感受到了 床在动 椅子在翻 柜子在摇 整个卧房惊天动地 这个不是睡觉的一个错觉 这个是他们四个孩子醒着的时候 观众听说 马老师 都都假的 错 他把四个小孩叫 跑 五个人啪冲出家门 一冲出去 他隔壁的邻居 看到 维吉 说怎么回事 维吉这个超级壮汉 他们就跟他说 里面有奇怪的 维吉说我进去看 维吉又上二楼看 然后他们只见到维吉 一个胖大的身影 冲出来 他看到什么的道理 报警 报警啊 报警啊 我告诉你 可怕是已经发生了 居然照了这张影片 这是11岁的珍妮 是 珍妮整个人浮到空中 这真实的哦 BBC的哦 他像是被抛高一样 看到没有 而且他讲话是男人的声音 看到没有 他整个人被抛到空中 这个不是他主动的跳跃 而是被抛上去 不是 抛上去 看到没有 而且他喊叫 旁边都吓死了 而且他讲出来的话 是男人的话 后来他们就查了 这是个女孩子 讲出男人的声音 警察就调查 他们的地下室 来 来看 真实如银 来 我们来听 这是BBC做的哦 这是男人的声音耶 珍妮讲出来的话哦 各位 再听一下 11岁的经理哦 所以完全不可见 这个性别是不可能 讲出这样子的声音呢 对 这是珍妮当着BBC的摄影集 讲出来这个话 所以你简直是不可思议 因此最后 他们找了一个真正的理议学院 理议学院派两个大师集 来跟比尔对话 对 才把他驱走 是 珍妮睡了14个小时 才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但解决没有 据说现在这个房子里面 还是有关系的 会乱动 哦 对 这是唯一 真正有官方记录 对 警方的比供 证明 有这件事情发生的 所以你无法说 它是个假的 对 好 那在讲英国的鬼屋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这个切斯特 它是英国号称最凶的鬼屋 是个饭店1622年建的 结果里面一直闹鬼 因此请了所有知名的大师 用那个灵异的情绪 去探测 是 你知道最后探测结果是什么 说它里面有13个幽灵 13个幽灵 对 好 13个幽灵 因此后来它受不了了 有一个超自然的富翁 它说我喜欢 我把整个饭店买下来 它居然现在把整个饭店买下来 买下来之后 它就做实地的研究 是 它把整个饭店都弄了监视器 对 监视器哦 结果就拍到了 拍到了 拍到什么 来我们看影片就知道 好 你注意看 这个椅子哦 它自动摇 摇椅 看到没有 它有在晃 它有在晃 它会晃 有晃 对 没有地震 没有任何的因素 后来去调查 这个椅子 注意看 它下面放个五 这个五星的这个图 看到没有 那是什么意思 它把它放在上面 就是呼唤鬼魂的 果然把它呼唤来了 是 这椅子自己就摇了一下 代表有人住在上面 好 我们讲了这么多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最凶悍 最凶险 我认为的是这个 这个在哪里 马来西亚的半三八建狱 这个建狱 其实是荷兰人建的 荷兰在1895年建的时候 其实是做铁路公司的总部的 那有什么问题吗 但是第一个 这地方本来就是个乱战缸 第一个乱战缸 它建在上面 第二个 日本人占据马来 英国人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 在那边杀了很多日本人 日本占据马来西亚的时候 又在那边杀了很多战俘 发了很多英国人 好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后来马来西亚把它收回之后 对 1960年到1993年 是 33年期间 马来西亚的死刑都在这边处死 哇 救怨很深 他在那边33年处死多少人 180 180条命 而且全部是绞刑 所以这里有多冤 我告诉各位 不跟你讲 在这里工作人员都知道 甚至囚犯知道 他最多是关过650 6553个囚犯 大家都知道 会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 然后你听到声音的时候 你就说走开 不要闹 走开 可以跟他喊的 最诡异的是看那个火球 像足球一样的火球 在空中飘 他们习惯了 不讲了 在推倒墙壁的那一天晚上 所有人都在那边送金 烧名字 把这边的所有的好兄弟 让他们赶快送走 不要再来 百年监狱 结果为了撞鬼 把他整个弄掉了 这个世界真的有平行时空吗 这两天 全日本都在讨论这一则新闻 一个负责巡轨的铁道工人 居然凭空消失了 他藏到哪里去了 日本也有四分之三月 酒又四分之三月台嘛 真的有平行时空 大家怀疑 但阿根廷的这个医院监视器 拍下了这一段画面 你看保全 一个门打开了 谁进来了 保全居然在招呼他 这是哪来的人啊 怪事连连有 最近特别多 最近怪事多的 让我都毛骨手蓝 也不知道是天象的问题 还是什么原因 我们一项一项来跟大家讲 好 就从你刚才讲了 日本最近发生这个事情 新干线 四十五班 延误 两万七千人受影响 最长的一班 延误了七十分钟 这个是天大地大的事 那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 五六个铁路工人 要到 从大工站到小三站中间的 铁轨出点问题 六个人去整修 对 好 注意看 六个人去整修铁轨 结果整修完之后 站起来要回来 少一个人 屏宫消失掉了 团进团出 怎么会少一个 因为你要知道 它不可能跑掉 因为铁轨是封闭的 四周都是有 铁丝网 对 燃起来的 就有一个人不见了 不见之后 整个去寻找 对不起 找不到 封闭的路段居然人不见了 到今天都没找到 为什么日本人这么害怕 要把所有的新冠线列车都掩误 因为他们记起了这个 2014年的大阪事件 那年发生什么事 那年大阪县 一个驢子落轨 在列车要进站的时候 一个驢子落轨 没命了 好 大家要知道 这驢子里落轨 发生三个事情 第一个 列车长看到他了 有看到 列车长证明他看到了 就赶快紧急刹车 第二个就是工作人员 列车长工作人员 也看到他了 那旁边的人也看到他了 结果紧急刹车之后 你看这当时的照片 警察跟站位人员 对不起 看不到一个人 这日本的这个媒体的报导 刚不是还千军一法吗 对 就没有看到他 没有毛发 没有血迹 没有伤者 跳下去 凭空消失 怪了 对 好 这个贫困消失 让你想到香港发生同样的事情 香港在1981年油麻地的时候 这更绝 也是一个这个女子落轨 但这次更厉害 这次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第一个 列车长不但看到他落轨 而且列车长有感觉 撩过去 脸过一个人 把他死定了 第二件事情 月台上的这些人 全部看到他落轨 而且坐证说 坐证 这就是当时的画面了 是 当时的画面 是 坐证说 有看到 有听到女子尖叫声 香港政府大张其事 你知道他弄来什么东西 弄来起重机 哦 要看看车子底下 他把它稍微拉起来一点点 他就不相信没有人 看不到人 指正利率 就把这个车子用起车机稍微拉起来一下 结果我们看到什么东西 一根毛发都没看到 怪 除了这个我再跟大家讲 我们要讲最近怪事多嘛 除了这日本的怪事之外 我要跟大家讲这个阿根廷的怪事 阿根廷也有事 这个连台湾的媒体都有 大家看哦 门开哦 门开了 进来 他说的 他说进来一个肥肥胖胖的老妇人 哪有进来半个人 进来他跟他在讲话 看到没有他在跟他讲话 对他在问资料是不是 不是他说他是951号的病人 昨天出院 现在回来拿东西 他就说那你要登记资料 他就把他姓名 他还在引导他 你看这个动作 不是他把这个 本来有个围栏的 他把围栏打开 让他进来 让他进来之后 他再把围栏关起来 我就从头到尾没看到半个人 他就这样 好 他就还问他要不要做轮椅 注意哦 还问他要不要做轮椅 因为他看到 行动迟缓 一个老妇人 看到没有 他真的把轮椅推来了 对 把轮椅推来了 好 后来 几个小时过去了 老妇人不出来 你是昨天出院的 你进来 915号病房 你拿个东西 为什么在里面 待几个小时 他就开始报告上级 一报告上级 整个医院找不到这个女生 然后就到915病房 那个护理站一问 这个老妇人昨天往生了 你说他描述队上的那个人 登记的那个个资 昨天死掉了 但是大家看到 门是有开 这个门开是一定有人来才会开门 你看这个门开 注意看 门开了 这有人进来 他看到人进来 他才会走过去 看到没有 他会走过去 询问 看到没有 询问才会把这个拉起来 拉起来后登记他的资料 看到没有 登记资料 等到登记资料 好 问 你叫什么名字 你再记一下 等到他进来 他再把这个拉起来 然后还帮他去推轮椅 对 但是他自从讲了这件事情之后 这次后来调出来监视画面 监视画面里 没有人 这个要怎么解释吗 老师 如果这个人描述说 一个空气里面有人进来 我会觉得你胡说八道 可是你交出来这个名字 昨天也住在这里 他昨天往生 毛毛的 真是毛毛 你看那画片 那画面不是假的 完全真实的 这个监视画面 好 除了阿根廷 有一个人不见了 这个不见了更可怕 这个在哪里 这是在大陆江西 大陆江西 学校名字我就不讲了 注意看 这是个高一学生 男学生看到没有 是 他从宿舍走出来 怎么了吗 大家知道 这是个非常封闭的 私立高中 他全部要全员住校的 对 全员住校 待在学校里面 不能外出的 而且管子非常严的 他从宿舍 要到教学楼 不到一百公尺的距离 然后他就监视画面看 他就走出他的宿舍 要前往教学楼 结果这是昨天的 好 昨天找来了 就今天新的影片 又出来了 他走出教学楼 没有到教学楼 你看他又 他走出去 这新的今天 看到没有 他可以走出去 这就是他 看到没有 走出去 过一伙 他又走回来 他走出去走回来 走出去走回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反正他的学校里面 撕 失踪了 又是跟刚才一样 不见了 不见了 好 就这一百公尺 从宿舍 到他走过的地方 一百公尺而已 不见了 学校 然后就开始疯狂找他 全校军警 都动员找他 整个学校 寸土都找遍了 没找了他 楼顶什么找 没找他 第二件事情 怎么办 把学校有个壶 壶都给他抽干 怕掉到水里去了 就是连 你知道连化粪池都抽干 他掉到化粪池里面 全部都找了 没找到 第三个 就开始怀疑他想办法出去了 学校附近的监视器 你知道大陆监视器多得不得 对啊 检验系统 学校院口的监视器 附近的监视器 完全没有看到他生意 只看到唯一的生意 就是他离开宿舍的生意 第四件事情找专家了 你知道做什么事情 他们因为是个封闭学校 他围墙很高 让专家跑去看 围墙有没有翻过的 人翻过很近 为什么 因为那围墙上面 全部长得很厚的青苔 所以翻过去会有压痕 那青苔很浓 对 你翻过去一定会有踪迹的 专家来看过 这围墙短期内 绝对没有任何人翻过 好奇怪 他就在这里 凭空消失 高一的学生不见了 好 那究竟这些不见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没办法解释啊 什么可能原因 有人说是平行空间 因为最近平行空间理论很高 有人是穿越 最近穿越也很盛行 那穿越有没有可能呢 这个听起来很玄 有可能吗 我告诉各位 最近突然之间 穿越的 手机穿越的东西 一件一件通通冒出来 我先就介绍三件给大家看 手机怎么穿越 好 第一件这个 这是最 这虽然不是最近的事情 但是最近才冒出来的 这是1977年6月 猫王最后一场演唱会 我如果是猫王迷 我要穿越一定穿越回去 1977年6月 猫王最后一场演唱会 大家看 手机 自卫型手机 是耶 自卫型手机没有 是耶 这是 现在最近才发现 绕了全世界轰动 好 之后他在录影 他在录影 录影猫王最后一场的手机 1977年 怎么会有手机 怎么会有手机 好 自卫型手机 是2007年 才出来了 40年之后 好 这是这一个 轰动已死 好 第二个 有一个 这个 这个 Jimmy 他最近也轰动 台湾的媒体都有灯 说他 祖父打第二次 这个世界大战的时候 留下一张照片 他最近整理他祖父遗物 他祖父手上 拿了一个iPhone 这是iPhone iPhone 还会反光 他在贴这张照片 他说什么 他说难道 我祖父是美国队长吗 美国队长 我祖父居然能够穿越 拿的是一个手机 好 那这个是他最近 奉到那个 微博上面 心里 大家在热议 大家在热议的 好 最近有个专家说 你们这些都不稀奇 我再跟你们讲 还有更稀奇 这是在德国 慕尼黑博物馆 一个名画 是奥地利一个 非常有名的画家 1860年画的 就是162年前 画的一幅画 这个叫做 等待中的人 大家来看 等待中的人 那这个专家 最近在研究这幅画 说百分之百确定 从他的手势 手势 母子的形态 跟他眼睛看的方式 他在划手机 真的啊 这个是在划手机 没错啊 他在划手机 太夸张了 1860年 好 那当然 最有名 最有名 全世界 手机穿越旅人 最有名是这一张 这是1962年 卓别黎的电影 是 卓别黎电影里面 有一个角色 注意看 他在走路 一面走路 你知道看他在干什么 一面走路 一面在听手机 你看到没有 讲手机 好 过来了 进来了 进来了 他在讲手机 那当然 所有的肢体专家 跟行为专家都说 他确实在打手机 为什么 他的手是弯曲的 他握着手机 在讲话 握着一个东西 而且说他嘴巴是在动 就是说 整个慢动作 专家说他在动 握着手机 嘴巴在动 在讲手机 好 那当后来 又有人提出疑问 说1927年 不会有基地台 他跟谁在讲手机 那好 那就有人又反驳了 说如果他有能力 带着手机 穿越到1927年来 他们的科技 已经可以跟未来 通话了 你听懂意思没有 所以在讲手机 好 最后要跟大家讲 因为时间不够了 现在最夯的是什么东西 大家最热门的是什么东西 你一定想看的是什么东西 四竹赛 世界杯 现在正在日益 世界杯 对 所以你如果有手机 你当然要回到世界杯去看 如果叫我回 我就回1962年 世界杯冠军决赛 巴西跟捷克三比一 巴西第一次 在世界杯未免 夺冠 结果这是巴西夺冠的时候镜头 巴西的 这个加铃茶 举的世界杯的冠军 对 有个智慧手机 在那边给他拍摄 哇 这还折叠式的 折叠式的 手机在给他拍摄 这是巴西队夺冠的那一扇 这是智慧型手机 所以你只要看 有没有穿越旅人 穿越旅人出门 最爱带的东西是什么 手机 每一个人出门 不管你穿越 还是到未来去 你都会带手机 时光一世不复反 但今天 傅老师来到 这个现场 我要特别要告诉我们 是这样子的吗 我们都以为上了 哆来梦的时空机 我就能穿越时空 但那是假的 但这个假久了 越来越像真的 对 而且最近 就在3月4号 太阳报登了一个 土耳其 Milliet的发布的消息 土耳其 阿达纳省 地方 有一个杂货店的老板 叫做塞尔达宾尼奇业 在2019年3月3号 奇遇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他遇到什么事 他奇遇了事情 这个就是太阳报的title 太阳报3月7号 因为他把土耳其文翻成英文 第一次3月7号登出来 说什么呢 上帝的手 有一个真的 真的一个天使 救了一个奇怪的生命 借了什么方法呢 把他的肩膀推了一把 你看 你要看他推一把 推一把 看到没有 推一把 然后一回头 刚好有一个铁岸打过来 不然他早就脑震荡了 所以 他站在这个地方 他不知道有东西要挥过来 你看 你看 他不知道 看到没有 这时候看到有一个东西 刹那之间 所以那个人要是神来之手 打他一下的话 他后脑勺就中了 当场就倒在地上了 所以说 这个是现场拍的这个影片 那么3月3号 那Millayet的报纸 土耳其报纸就狂登 登了以后 3月7号 英文报 英国的太阳报 跟了这个消息 Just Behold Larry 一个很快的速度 打过他 几乎跟死神 Sana Near Miss Sana之间错过 这件事情 其实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老师 这两起重大的新闻一出来 立刻大家讨论说 那拍他那个人到底是谁 居然扯出了时空旅人 怎么扯这个旅人 而且拍他的这个人 因为全程录影带照到了 对 没有 不见了 你看 就瞬间 你看 这个头模模糊糊 他的头很清楚 照理来讲 你这个录影带拍过去 在同样的这个区域 他清楚 他也应该清楚 不是 你看了吗 他清楚 他不清楚 同一个时空 同一个时空 他清楚 他不清楚 对不对 然后一下子 他就不见了 对 所以他是不是在消失之前 拍了他一把 不晓得 上帝之手 对 上帝之手 看过了这个新闻事件 大家就在想说 电影也演很多 Somewhere in Time 德拉雅梦的时光机 讲的都是穿越时空 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来想 当然觉得 那简直是不可思议 但真的是如此吗 现在这个 我放一个影片 这个是2018年的5月份 在宾州 有一个warehouse 一个仓库 仓库的警卫 拍到一段影片 非常的惊人 那拍到影片 现场就有人 post出去 然后在YouTube上 疯狂传阅 我现在传出去 是74万 74万个人 看过这个影片 我们先看 这是警卫拍的 还有声音 他有声音 我们可以看他声音 你自己做决定 这个好像是印度人 这个印度的警卫 从右边走过来 慢慢走过来 他找什么东西 looking for something 他在找什么呢 对 然后在看 朝着镜头 他不知道有人在录影他 因为是Security God 他还没有找到 然后 他又回去 来回 他到底在找什么 这是一个车库的monitor吗 这是一个仓库 一个仓库 你看这是一个仓库 一个很大way house 不知道哪家大卖厂 找到 找到 拿起来了 看到没有 这个白光 都知道 flashlight 白光 看到 闪光 你要看 仔细看 对 closely 近看 静看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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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道光 Look closely right there 再看 Watch what happened 看 你看 Look 再看 光在闪 尾展灯 不见了 看到没有 这个不见了 对对对对 刚刚那个摊扣分钟秒表 他在持续的 对 他持续 不见了 看到没有 他没有剪接过的 对对对 这Security God的 漏在 没有 这个没有传过来的 传到放言 因为谁都可以把它放在YouTube上 放上去 这段画面怎么解释 所以 What do you think 你问的话 他也问了 你怎么解释 这个怎么解释 所以不知道 所以刚刚讲的就是一个 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东西 好 这个是在YouTube上面 被热议的一段影片 我们把它当新闻事件的处理 也不为过 但是我们退一步讲 退一万步讲 你从 哆啦A梦 我觉得那是假的 那是演的 可是你一直让我看到的是 来自新闻的呈现 那怎么假不了 对 现在刚刚是 我们先讲一个事实 对不对 当然事实有很多部 等一下还有真正发生 在纽约的事情 我们先讲 这个是3月13号 在莫斯科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这个实验做了以后 现在美国的科学网站 通通在狂登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内容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他的科学网站 Fix.org ORG是政府机构 大家可以去看 这个网站的之前 大家上去看 这个长长一大堆东西 这沙漏吗 一个沙漏 表示沙漏是这样低的 对不对 如果你倒过来 它是不是反过来低了 对 反过来低 沙漏什么了不起的 对 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他做了一个实验 他把两个量子做实验 时间可以回去 量子会回到原始的状态 时间可以倒转 就是说量子原始的状态 他在激发之前的状态 已经回来了 但是只有两个量子 我们看一下 这是假如我们打撞球 你看 撞球打过来 对不对 打过来 不是四散 对不对 四散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 把弹子球 弹子球四散的结果 倒过来 变成这个样子 回复原来的状态 那是特技吧 特技 放影片 前面放 后面放 不都是一样 是 都对称 对 但是物理学家 以输二为首 注意输二为首 做了个实验 这是原子的出炭 对 这是原子出炭 受到激发以后 的变化 对不对 然后一下子 它又回到原始的状态 Become localized 也就是说 时间走往这个地方走 走啊走啊走 应该离它越来越远 怎么最后走回 它原来的样子去了 应该是继续往下走 对不对 它走回去了 但是这次实验 只有两个量子 对 在围观的情况下 成功了 是 他们后来想办法 多加一个 对 就失败了 所以只有两个量子 这个实验完成 三个量子 回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是不可能 对照热力学第二进去 最大的 最大乱度 根本不可能 但它做到 而且它是写了一个程式 程式里面完全是用 波动方程式 Wave Equation 把这个事情变成真的了 简单说 今天如果等于撞球台上 我只留两颗球 世界是无数多球组成的 我就留两颗球 它真的已经做到 把时间往回推 这个让这样觉得很面对 而且很重要一点 我们在目前 我们的聚观世界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没错 这个是在围观世界 量子世界情况的 两个量子才发生 是 那这样来讲 他们现在科学家 我想继续做 三个量子 四个量子 然后慢慢再突破 你怎么知道 它突破 不会变成 聚观的世界呢 聚观的世界 是我眼睛看得到的 新闻事件 眼见为凭 再来呢 傅老师今天晚上 特别给我们带了 两个现场 大家来看看 你要怎么解释呢 这个是在纽约的报纸灯的 这个把它抓下来 有一个叫做Time Travel 时空旅人 把那个城市都给骗了 我们来看怎么回事 2003年 三月 联邦叫他去逮到一个人 44岁的老人 他在纽约华尔街 买股票 在股票市场玩股票 两周注意 两周里面 他用80块美金 投资到两周 3.5亿美金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你就说他幸运 对 他连续两个礼拜 怎么可能那么幸运 那这样这么好赚 我们都不用在这边了 只去赚钱就算了 对不对 所以被FBI盯上 有鬼 把他逮了 逮到了以后 他做了126笔 高风险的 注意高风险的交易 特别写了 是高风险 一般来讲 低风险就拿拿利息就好了 他的高风险 可能leveling这个杆杆 拉得非常大 出现了这个事情 那么 而且他也知道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都知道 然后他告诉她 她的名字是 Andrew Carlson 而且她是一个时间旅人 来自250年以后 你还真相信吗 不知道 我们不晓得 是 那就很奇怪 当然谁都不相信 警察局就把他关了 对 关起来 关起来以后 有一个不明身份的 捐助者 4月3号 注意到 这是3月份发生的事情 对 你关了一段时间 4月3号来保他 提前来保人了 保了100万美金 不少 100万 开玩笑 那个时候的100万美金 多少钱了 然后他保了他以后 保时金交了以后 他要去参加一个听证会 因为这个人保他 就出现参加一个会议 就在会议的路上消失 从此再也没见过 你说他回到250年前了吗 他赚了钱了 赚了3亿多美金走了 就是这个人 所以纽约报纸 特别登的这个新闻 而且纽约报纸的标题 Time Travel Time Travel 这个人 Andrew Collison 所以表示是什么 把华尔街都给骗了 今天晚上我给大家看一段话 一段影片 这段影片一艘轮船 浮到了半空中 还是蜃楼吗 这个画面 专家会告诉你 那不就是影像的折射 但今天 社长要来告诉我们 海市渗楼那还好解释 但如果这个影像是 显不存在地表的东西 那你要拿什么来解释 对 金先生 这张照片轰动了全世界 什么有这个船会亏行在空中 那这海市渗楼的现象 我们这海市渗楼很简单 它就是大气光学的一种折射 对 那其实呢 其实在这种海市渗楼的现象里面 有一张图片 各位看这个 在山东 中国的山东 1988曾经出现过 我们知道所有海市渗楼的现象 它是真实存在 这个世界真实存在的 有这样的景象 它反应 光学则是反应在空中 所以叫海市渗楼 但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这个影像 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那它就不可能浮现在空中 不可能有海市渗楼的现象 所以这个不是有某一个主体折射过来的 反射过来的 不是的 对 那它怎么来的 对 1988曾经出现过三次 在哪里 在我们讲的宏来仙道 在山东东边的海面上 出现了三次 6月 6月1号 14号 17号 出现了三次 而且停留了大概六个小时 这影像 它有很多的 像高楼大厦 浮在空中 那你知道 高楼大厦 它有的像城堡 那有城堡 你很好找 你现在的这种 所谓电脑解析 电脑对照 那个城堡在哪里 全世界有城堡的不多 一对照 大概你如果是在英国伦敦 那就在伦敦 结果对照了又 这个地球上 没有这样的城堡 这个太不科学了 那海事圣楼条件不成立 对 海事圣楼基础条件 就是说一定要有 这个实体的东西 它只是反射到空中去而已 那如果没有这种实体的东西 就不可能 那唯一的解释 穿越时空来 这个又太夸张 穿越时空这个是更难解释了 对 他们讲说 这种城堡 他们甚至有看到 古代的人在那边走动的那种身影 那会不会是说 这个穿越是从古代穿越过来 这个城堡是存在于古代的世界 那第二个有人讲说是 外星 外太空 外面的文明有这种城堡 从外太空 折射到地球的天上来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 好 你刚才讲的 就是说一个显不存在的 你只能说 有没有可能是平行时空 真的有办法穿越时空 来到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吗 对 所以有人讲说 你除了穿越时空以外 你无法记住 地球上既然没有这种东西 它就打破了海市渗楼的一种科学理论 跟科学根据 所以在我们知道 这种海市渗楼图片 我们讲那个沙漠上 沙漠上空温差比较大的地方 海平面上上空 最容易出现这个 广东佛山其实也出现过 2015出现这种东西 现在一直在找 这个图片到底这种 所谓的这种高楼大厦在哪里 不知道 也是不知道 那有没有可能是平行时空 我觉得平行时空就更难解释 平行时空它真的存在吗 对 我们讲存不存在 我们来看案例 其实平行时空有很多的讨论 有很多科学家认为 它绝对是存在的 那有存在你必须要有例证 那我们讲一个案例 在2006离现在不远 2006的乌克兰 乌克兰当时在2006的时候 有一个篮子 这个篮子我们看这张图 这个叫谢尔盖 这个篮的年轻人 在乌克兰的街头上 站在十字路口茫茫然 看着眼光不晓得 他自己陷入一种 好像沉湿的状态 那当时乌克兰的检查 2006乌克兰的检查就过来 问他是不是迷途了 怎么样 要来帮助他 结果这个谢尔盖 讲了几点金人话 他说我感觉到这个世界 我在这个地方 这个世界我非常陌生 很陌生 乌克兰警察一看到他 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个狼孩子的专扮 这个年轻人的专扮 他穿的是以前 很旧式的那种西装 身上背的一个相机 这个相机各位看 这个日本 亚克兰的那个相机 古代的古式的相机 现在相机不是这一种 手机了 2006年你背的这个 在大马路上那也很奇怪 而且这个相机很新 很新 警察问他说 你到底是从哪里来了 他说我是从1958 我是在19 现在是1958年吗 2006啊 对 我今年26岁 警察一看 不对啊 现在2006 你怎么是说你是 现在是1958 26岁 后来就开始查 查 把他先带到这个 他们都认为这是精神 有精神分业的一个人 结果后来把他带到一个 这个叫保罗博士 一个精神科医生那边去理解 精神科医生觉得这个人 没有什么问题 他讲的呢 有必要做更深入的调查 结果后来就把这个 卸尔盖 抓到那个警察局去了解 了解以后才发现问题大了 因为第一个 他讲的 讲的他说1958 26岁 确实他在身上 说出了他的身份证 1932出生了 有没有 所以到1958 他确实是26岁 第二个他有很多证明 他当时有参加苏联共青团了 共青团的文件 那很早了 现在苏联早就解体了 怎么会有48年的落差 对 整整48年 那你要1958到现在 那好 那这个证件 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是他这个 刚才讲这个相机 这个相机是旧式相机 那你也可以说 他收集古董 也是有可能吗 但不一样 这个相机里面最惊人 他有底片 有底片 那底片你就可以冲洗出来 可以看他里面拍了什么照片 结果这个底片 第一个摄影学家 那个照相机 专门研究照相机在讲说 这个底片如果1958到现在 到200648年的时间 这个底片 对 已经化掉了 不能用 不能保存 那个以前那种底片 大部分两三年就开始变质了 对 但他这个底片 确实还可以用 而且洗出来有照片 有照片 那照片更惊人来 他照片显示了几个 第一个 有一个空中飞行物 圆盘 他拍到了一个研盘 不敏灰行物 第二个这个底片 留下了这一张最经典 有人有证据 他拍他自己跟那个 可能请人家帮他拍了 他自己跟一个 漂漂亮亮的女孩子 叫瓦伦蒂娜 他的女朋友 合拍了一个照片 洗出来 有他女朋友的照片 有不敏灰行物的照片 那问题就大了 1958那应该是切死了 另外还有很多基辅 街头的那个 街头的照片 街头的照片 那比对 是真的 对 街头的照片 都是1958年代 那个基辅照片 跟现在的样貌 已经差很多 都留下来了 那等于说 切死这个底片 是在1958 它穿越到现在来 要不然你没有办法理解 那个底片应该炸的 早就坏掉 早就没有办法 洗出来的 都是1958年代的东西 那后来还是一样 就把他抓到说 他们一直觉得 这个人一定是一个 精神上一个有问题的人 就把他送到 那个乌克兰的一家 那个精神疗养院 更可怕的事情 精神疗养院他送进去 有三天 要精神疗养院 怕那个病人会乱跑 那个窗户其实就封死 三天以后 这个人凭空消失 那有可能 他在一个密闭的 一个系统空间里面 他可以穿墙吗 现在的科学很发展 都有监视器 掉监视器 各位就看到这个影片 这个是当时拍的监视器 他进来的时候 影像都有保存 进来了 管理员在这边 后来他三天又从这边 在管理员面前 直接好像要穿羊出去 突然间就消失了 怎么解释 对 他穿越了 穿越你不知道 这个门窗都好好的 他走走突然间就不见了 不见了 所以这个人 大家一直在找 2006 好 那这个人不见 他还留下很多证据 对 当时拍的东西 是 留下的最好的就是这个人 他的女朋友瓦伦蒂娜 对 瓦伦蒂娜当时 你看2006年 他还活着 74岁 已经74岁 还好 他是唯一的证人 然后专家就找到这个瓦伦蒂娜 问他这张图片 是不是你 他说对啊 这是我本人年轻的时候 后面的这个影片里的这个妇人 对 这位这个海伦蒂娜 74岁 那专家找到他 问他说 这个跟这个图片对照 你年轻的时候 这是他吗 他说没有错 对 这个图片就是他年轻的时候 他瓦伦蒂娜就是承认谢尔盖是他的男朋友 专家问说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他突然间穿越到现在来 瓦伦蒂娜才想说 对 我男朋友确实有很怪异的一种 遭遇 遭遇 瓦伦蒂娜跟专家讲说 当时在1958的时候 1958 谢尔盖跟瓦伦蒂娜 当时很好 突然间失踪了几天 失踪了几天 他又出现了 谢尔盖又出现 来找到瓦伦蒂娜 那瓦伦蒂娜问他说 这几天你跑去哪里 我都找不到你 谢尔盖跟他说 我不知道 我当时在路上 在哪里是这张东西 在拍摄的时候 看到天空有一个 圆盘形的这种 布银的灰形物 他也拍到了 对 他就把它拍 所以刚才讲说 那个底片洗出来 有一个布银的灰形物 然后他拍 但问题就是 他拍这个布银的灰形物 他往天空一拍 咔嚓的同时 突然间眼前一片黑暗 身体一阵刺痛 他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不知道在哪里 他醒过来以后 他觉得他在一个地方 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很先进 他举出了三样东西 当时1958 也留下录音记录 留下什么东西 他后来有接受那个电脑 一个微波炉 现在才有的微波炉 对 他那微波炉 你把食物送进去 几分钟热了熟了 微波炉 那是我们现在的东西 对 那第二个医疗 人工心脏 人工心脏 所以他有挤出几个 几个东西 微波炉 人工心脏 还有现在的手机 是 可以拿着 这样直接打电话 小小的一个 他来过这里 对 他来过 确实他来过 所以当时的录音 1958的录音记录 他也留下来了 这个底片 也确实有拍到 不敏慧 那好 那主要是这一张 瓦伦蒂娜 瓦伦蒂娜就跟专家讲说 他确实失踪好几天 回来以后他也讲述了这些事情 包括做电台访问 电台访问录音带 掉出来 确实当时访问的时候 也讲到这些事 他看过现在的东西 他等于穿越过了 然后这个瓦伦蒂娜讲说 后来他们两个又生活了十几年 又在一起 到1970年 1958的事件 到1970年 十二年以后 这个谢尔干又凭空消失了 他从此找不到这个男朋友 两个很相爱的人 找不到这个人 那到1970年消失 一直到2006 既然出现在七一府的这个街头 被找到了 所以专家一直在讲说 找到以后又凭空消失 他等于两度消失 但他留下了东西 因为这个案例非常有名的原因是 第一个 任正还在 他的女朋友 第二个 他所有留下的证件底片 经过分析 确实都是1958年代流存下来 包括共青藤的这个证件 包括刚才底片不可能保存 他保存得好好 你除了穿越以外 你无法去解释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而且底片里面拍出来的东西 他穿着 全部都是当时的一个场景 真的是美利坚大惊奇 社长给我们来看看 这个无意间挖出来 找到曝光的东西 你要不跟我讲的搞穿越 或者是外星人来过 那不然你怎么解释 这不是我讲的 2001美国有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 叫皮尔西尔 皮尔西尔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地球的科学跟地球的历史 远比你所知道的更复杂 这是一个地球伟大的地球科学家讲的 为什么会那么复杂 很简单 我们讲说如果以美洲大陆来讲 美洲大陆我们讲神秘文明 都在中南美 对 玛雅那一块 在北美其实也有一块 北美在1961年的时候 1961年的2月13号 在一个加州有一个山叫库索山 所以这个东西是挖出来 叫库索文物 库索山 那库索山挖出来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石块 一个石块 这个石块包覆了一样 很奇怪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一看 它上面就摆一摆的像陶瓷的东西 有点像我们现在火星塞的那个头 你说点火用的火星塞 对 因为这个土矿 我们就去 科学家就当然要先 我们讲说如果 对 一定要讲 鉴定一下这个年分多少 因为这个看起来很斑驳 很成就了 结果一检查出来 说他50万年前的东西 说到 50万年前 所以刚才那一集我很喜欢 就是我在研究神秘文明的时候 经常会想到这句话说 地球的科学跟地球历史 严比你所知道的更复杂 不对 那这个一定不是火星塞 50万年前怎么可能会有火星塞 对 那就是检验 因为它是被石头包覆的 所以我们就用X光去照 X光照 这边其实都是X光照的东西 它里面 里面它其实我们先用一个横坡变来看 它这个如果把它切开做一个横坡变 它其实中间有一颗像那个很细的圆圈 这个大概两毫米 它其实是一个金属管 金属的管子 金属的 外面这一层白色的是陶瓷的 陶瓷的 对 在外面有一层像铁一样把它包覆 保护起来 外面这个才是刚才看了这个矿石 它是包覆在非常清楚的一个横坡变 而且这个圆你一看 它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圆 那后来就看 那为什么要制造这种东西 后来用X光扫 你看它里面其实有这种像用铜座的 铜座我们讲那个火星塞那个垫片跟线圈 对 它里面也有这样的东西 它的机构还挺复杂 很复杂 非常复杂 所以你看它这样跟现在的火星塞一对比 一对比 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以就把它起屏叫酷熟火星塞 今天 今天是不是火星塞用 我觉得今天 姑且不论它是不是真的是 50万年的火星塞 你光是50万年这个年份 再加上这个工法 这是真远 然后它这个你如果不是用什么车床 用砖床 你怎么做出这个孔洞 对 所以这样的一种文物 这种文物它就被列入这种科学的一种 所谓的神秘文物里面的一种不可解的现象 有人说在50万年前 是不是有超市人的力量 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看这个在检验的时候是非常 等于说非常谨慎 反正看X光 你看那个电片跟那个线线 里面的结构非常清楚 我本来以为你如果只是给我看说 露出这个岩石包覆的这个 有点像螺旋状的 这个说有一点点像它变罢了 你居然连横切面 抖面都尽情分析了 太像了 对 所以其实 其实我看到一个报道说 我不晓得那个报道的真假 他说这个火星塞 他们拿去像那个 像汽车装置 点火装置 它可以等于接触产生火花出来 对 可以有那个导引作用 我不晓得那个有这样的一个报道 但这个其实在整个科学家 科学领域里面 它变成一个不解的一个迷藏 50万年前 怎么有可能这样的东西 所以谁做的 我们再问这句话 到底谁做的 谁留在这个地球上 或者说地球上神经有什么样一种神秘的文明 我们总不知道 那县长进一步跟我们讲 我们每次讲到这种叫做欧帕斯文明 你没办法解释的这个所谓的考古 我们要嘛讲埃及 我们要嘛讲南美洲 这第一次我们进入了北美 加州就是怎样的一个存在 怎样的一个地方 对 加州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是在 是在加州一个 一个圣和西那个地方 圣和西那个有一个叫红山森林 红山森林里面 在在几年前 几十年前大概科学家也是一样 在这个红山森林里面 发现一个重力异常区 磁场很强的区域 大概直径有46公尺 46公尺 直径的一个圆形46公尺 等于大概一个篮球场大小有了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它重力很异常 那后来就有人去做实验 在这个地方 他们把它这个地方 取名为叫神秘点 加州的一个神秘点 神秘点就弄了一些实验 这个地方重力预长到 多可怕的一个情况 你看这个蓝的站这边 这个你的比蓝的高出一个头 对不对 你把两个人调放过来 调放过来 就变成蓝的 以这个你的高出一个头 人的高矮会变化 而且做了一个非常准的实验 是我们怕说 这个是不是地不平 高低 所以我站高的地方 你站低的地方 不是 它放水平仪在这边 在这个木板上 增水平 水平 对 水平平了 所以他就告诉你 这不是一种 一种你视觉上的问题 也不是一种所谓斜度的问题 第二个你看他人 如果站立在这个 他弄了一个木屋在这边 站立在这个木屋上面 一个垫高的一个板子 你人如果倾斜到几十度 二十几度 三十度 你像我们这样倾斜到后来 你人一定会趴下来 你人不管是倾斜向前 或者向后仰 向后仰 他就等于 你都不会倒 你都不会倒 你看他这样 这边的方式故意盖成歪斜 我是觉得错觉 日本我去看过一个 日本怪怪物 我曾经去看过 他是利用视觉的眼理 对 利用视觉 我们松烟也有展览过 对 那这边他不是这样 他是纯粹一个重力异常 弄出来 因为他里面还显示一种 他把那个所有的纸 睡纸张 抛向那个屋子的空间 那个睡纸张会 往中间中心集中 等于他是空气中 那就不是视觉问题了 那就不是视觉问题了 他睡纸全部往中间集中 所以他一个重力的一个中心点 非常非常精准 非常奇怪 而且他有很多地方 是仿物理的 就是你看他哪一个高尔夫球 在这个板子 这个板子不是有一个斜度吗 照讲这个高尔夫球 应该往下溜 他不是 他是往上走 往上走 那这个地方我特别讲 这个地方我刚才讲到 那个皮尔西尔那个博士 就是说告诉我们地球的那个历史 远比我们想象更复杂 这个皮尔西尔 他去做了一个研究 很有意思 他在2001的时候 你看这个图 对 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科学 他在2001期这边做一个实验 做什么实验 他这一个人 他这个人有一个外号 叫地球的能量猎手 专门捕猎那个地球能量议长 因为他的发想很简单 他说为什么地球的很神秘文明 金字塔啦 什么吴歌窟啦 什么巨石镇 在北尾三十度线上 太多这种神秘古民在北尾三十度线上 为什么是一条线 对 他就在想是不是古代有一条能量线 这种能量线后来证实出来 叫潮场线 那个邪名叫潮场 潮场 潮场线 潮场线就是说地球 他有一个能量线很直 那这个地方 所有文明会产生在这边是因为他的潮 长得非常好 很回沃 他能量特别异常 潮场线像北尾三十度是最有名的 英国的纪石镇 最南边的纪石镇 跟最北边的那个爱尔兰那个 爱尔兰那个古墓 古墓 它也是一直线 它是南北一直线 所以其实有很多能量线 他考证出来 很多能量线是 不晓得谁做出来了 或者说原来就有了 不知道 所以他就在想 会不会跟这个能量线有关系 他跑到这个地方去挖 挖这个中心 中心点地下大概十几公尺 去挖到了 挖到了所谓的能量石 他发觉这个地下十几公尺 不晓得多少年代 沿古以前有人偷偷埋了 像一个能量石 它是黄色的能量石 埋成这种V字形 排列得非常整齐 这样中间要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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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个梯一样 石头排成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地方 它的重力异常其实有根据呢 是因为有人在这边埋了一个 所谓的能量石 但问题是沿古谁埋的 谁埋的要做什么样没有人知道 这个是加州的神秘点 然后进而刚看到了加州的 50万年前的火星塞 那个捧面图你要怎么解释 该说不来 但是这个更悬了德州 德州这个出现什么 这居然出现了一个铁锤 共图亚多久年代的 6500万年前 拜托 6500万年 因为这个很简单是 它是在哪里挖到 它是在跟恐龙化石 同一个地支层挖发现的 恐龙化石 6500万年前就整个恐龙就灭绝了 才会有恐龙化石 它是同一个地支层 是第一个 那这个铁锤其实跟那个 刚才讲的那个火星塞一样 它是包覆在 你看这个整块石块都还在 包覆在一个石块里面 它这个铁锤这个木柄 后面已经断掉了 为什么 因为后面它有碳化 整个碳化 碳化表示受到高温 高温处理过了 或者高压高温 整个碳化 所以留下了前面这一个铁跟这个木柄 这个地方 我现在发现 对 完整的应该是这样 手是这样握着 对 但是这个地方断掉了 这个就是锤的部分 对 而且是铁的部分 你看后来就把它做 做这个X光 同样扫描 扫描以后发掘去做研究它的成分 这支铁锤多奇怪 它的那个铁的成分 高达96.6%的铁 那几乎将近纯铁 我们现在工业做出来的 这个铁 比较优良的那种铁 大概是98 98 它96.6%已经是很高 1500万 这个冶金技术是怎么来的 对 而且是一个合金 你看它有0.74的硫 和2.6的硫 是一种合金 所以这种东西 它出来以后也是一样 它又告诉你一次 地球很多我们不能了解的 一个复杂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同一个地支层 它发现这个以外 还其实还有找到一个 这跟什么 这个化石是一个手指 这个手指 里面其实我有看过 它一个剖面的 X光的一个研究 对 把这个手指等于是我们剖面 切掉 它里面的骨头 其实是跟我们骨质 有什么所谓骨质疏松 密度 它跟人类的骨质 几乎是一样 但6500万年前是没有人类指 同一个地层 然后同样6500万 对 化现一个手指 老婆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指甲 对 这个是那个化石的指甲 居然还看得到 对 而且它切变以后 它里面的骨骨 骨质的密度 几乎是一模一样 但问题是6500万年前 6500万年前 人类还没出现 人类是因为400多万年前而已 所以它有很多 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地方 对 就是这样 那这个更诡异 更诡异 这个东西 你看它一个死前的一个插座 插座 你知道这个插座 我们讲说 现在的这个三项插头 有没有 三项插头 它这个插座 比现在的三项插头 大整整一倍 这个直径是8公分 我们现在插座 大概直径4公分左右 4公分 3公分左右 对 它整个大一倍以上 那这个是 它是镶嵌在一个花岗岩里面 那有人就要讲说 这个看起来很像现在的这种插头 你看 很像现在这个插头 对啊 这个要码就是220伏特 偶尔一 你会看到110伏特 然后 它其中有一项是接地 让你不会去漏电的 可是这个是 十万年前 很像 而且你知道 它这个是金属的 等于说它凸出来 你看这种侧面来看 是三根金属的 镶嵌在一个岩里面 然后整个镶嵌在那个 镶嵌在那个花岗岩 花岗岩 可以解释吗 也是一样 没办法理解 那你知道它 它当时在藏仰的时候 这个三叉头大概 这每一个地方相继的 刚好三公分 2.5公分 相继2.5公分 那这个高度 这个铁的高度 刚好每一支 刚好都三公分 凸出来 里面其实应该还有 还有 所以你知道 当时又要想说 那这个一定是现代人去搞鬼 你在这个花岗岩 现在的技术很简单 我在花岗岩打一个洞 对啊 塞进去就好啦 但问题不是 它这个 这个东西 它里面完全没有那个 所谓胶水 焊接什么痕跡 完全没有 它就真的等于说 定立了石头上面 等于石头上面长出来一样 要不你本来一定说 你要打进去 你要去打一个洞 用胶水援助 或者用焊接 完全没有 是 所以他们说 这是一个死前的一个 三叉头 三叉座 三叉头的叉座 那到底刚才讲 火星塞好像跟电有关系 这个好像跟电也有关系 那为什么死前文明 它会留下很多 这样奇奇怪怪的 我们没办法理解 所以客气他就在讲说 其实在中南美这个地区 它有很多神秘文明 北美大地因为太大 所以很多地方 它没有去挖掘 如果你挖掘到了 也许你更多的东西会出现 5期报新闻 从2018年开始 连续6年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总计 9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给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 100万的订阅 我给大家唱一下 请大家楼顶楼顶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100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哦 感谢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各位感谢大家 去考虑 今天我们愿意 你看到这些过程 多监惠 既然你们 很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